戴上新闻的法式 嗯 还可以吧 嘿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主要以聊天为主 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收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聊一聊我的近况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上传的视频 在视频的结束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送上一些小粉丝 首先呢 最近收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来自国内三等院校大专的一些同学给我发消息说 怎么自考到对外汉语专业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在考研的时候要准备哪些资料去考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大家的问题真的太相似了 那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有介绍过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国外教汉语 对于这个词语完语的视频那样的问题 那我在这里再回答一遍 我只是一个在海外教中文的 刚刚起步的一个老师 我创建这个频道的初衷是希望读这个专业的同学 还有刚刚起步做新老师 有一个平台可以分享经验 分享一些比较好的资源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多么厉害的 有经验的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的中文老师 我是在澳大利亚读的本科和研究生 所以我对国内的对外汉语专业在学什么内容 怎么去考试都一点都不了解 我也没有考过任何国内的对外汉语的证书 第二就是跟大家聊聊近况 最近确实比较忙 从周一到周日读要上班 周一到周五是在一个男子学校做圈池的中文老师 周末两天是在教育经购交小朋友 最小的小朋友大概是56岁吧 最大的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跨度特别大 年龄也好 背景也好 投查也特别大 所以在背课方面 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就没有时间 我们录视频 编辑视频 一起上传 在假期的时候也投那些货 希望在新假期来临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投货编辑完 上传给大家看 我简单来聊一聊 我这个学期所在的学校 这是一所男子中学 在大概是几二十年前 算是比较精英那个学校 当然我也看不到它精英成什么样子 就是听说 现在的话 因为生人的关系 就整个学校的学科 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以亚洲小孩为主导的top student 还是老师们比较重视 而且比较喜欢的学生 都各方面条件 包括我们家庭情况 然后学习的热情度也好 甚至说是道德准则也好 就比较低下的学生 确实给其他的学生和老师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至于在国外会遇到 怎样糟糕的课堂上的一些情况 澳大利亚的公立学校 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学生 在中文课堂里面 老师们面对这些问题 要做怎样紧急的处理 我在以后的视频里面会 专门会录一期视频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 在这个学校里呢 我看到一个 孔子学院的志愿者老师 他在国内读完 对外汉语专业 然后来这里 做志愿者工作 在我的教训中也 对我的帮助非常地人大 一方面呢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孔子学院的这些老师 怎么被分配到各个学校 然后他们要从事 怎样的怎样的一些 助理工作 其次呢 就是学生方面 我刚才也说了 生学方面差异特别大 好的学生 非常棒 非常的友好 差的学生呢 就是这样吧 但是这个学校 给我感触比较大的是 员工们都非常非常的团结 非常非常的友好 这个是我在以前的教学经验 还在其他学校里 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迷路的一个人 所以在学校里面迷路了 到最后就发展成 只要有任何一个员工 教职工看到我 就会问 你要去哪里 我带你去 如果他当时真的有非常急的事情 需要去别的地方 他会马上找到一个学生 或者直接指给我说 你去哪里找哪个老师 再问下一段路怎么走 我的head teacher 我的校长 就正校长 副校长 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但遇到任何问题去找他们 他们都是可以及时 就当下就帮我解决掉 即使不能解决掉 他也会跟我说 大概在什么时候 我需要准备咱的材料给他们 他们会帮我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front office 包括在任何一个班国 其实遇到的任何老师 都非常dice 大家非常的supportive 对于学校里的事情 不能讲太多 所以就到此为止了 还有什么可以量的 哦对 今天去剪了头发 原来头发就是又厚 然后又长打理起来 或者洗头发的时候 都是特别费时间的 今天就剪的比较短一点 然后去另外一家里巴地 朋友去染了这头发 其实我这个头发也染了 第五次才有这个效果 我第一次染是自己在家用 那个超市买来跟那种染发 进来染头发 没有一点效果 因为我自己的头发 闪太黑了 然后呢 去那家韩国人店 第一次就染了三次 就去一次就染了三次头发 然后就染上来四次了 然后头发还是黑的 在阳光底下才看得到 脸色 然后今天是染了第五次 染出来的效果还可以 让它显白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除了黑色以外 在自己头上看到其他颜色 这就是我的近况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看的视频 或者想到的比较好玩的主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最后呢 给大家送出一个福利 现在是2018年的年底了 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 都是非常非常勤奋的 非常爱学习的 而且非常有plan 做事情的这么一群厉害的人 所以呢 我的第一个福利 是给大家送2019年的日记本 我会把它照片放在这里 我之前用的都是 无印良品的日记本 2019我想做一些改品 所以我自己也会 从中挑一本日记本 剩下的这些呢 都会送给我频道的 感谢你关注我 让我比较surprise的事情是 我的披震 居然有超过500个粉 我在两三个月前刚开始做B站频道的时候 最粉丝的期待是两个月之内涨到20个粉丝 但是我这段没有上传视频的这段视频 我发现我们期待已出过520个了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也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大家在茫茫人台中找到我这个节骨头 我也会努力尽力的上传新的视频 第二份福利 如果你是写手杖的 或者身边的好朋友 有写手杖的话 会非常喜欢这个福利 这是我新进的一个仙女画师的 手杖类的贴纸和胶带的这么一个福利 这个画师呢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的妹妹 她是很小就开始学会画了 我是非常喜欢她的画分 她画分非常有记得特别 当然有的小伙伴会觉得她的画分 嗯不是什么呀 她不懂 但是懂她的人会非常非常爱她的画分 那因为我现在自己人是在国外 所以呢 这些福利会从我同学家只有到你的手里 这些福利包括贴纸包括胶带 当然以后也会出她的亲手画的这些官的一些周边 那她的这个胶带和贴纸呢 都是在台湾找了最好最好的加工厂来制作的 现在是只收到样品 样品已经看得美得不行不行的了 在19年的年初会收到完成品 所以这个福利呢 在明年的年初才能收到 点赞关注和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的话呢 就可以收到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福利 如果你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我只想要日记本 只想要手帐的周边或者交代的贴纸的话呢 在留言你就写一下 我要日记本 我要交代 我要贴纸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就很随意吧 更多干货满满的视频正在路上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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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